你好,我是姜尼堅的主题是盘点本季进步最多的球员 影片中所有的数据截至2021,11月23号 球迹开打到现在,各队都进行的接近18场比赛左右 第一赛要打82场比赛 换句话说,其实各队都已经接近完成四分之一的赛季了 所以现在各球员的数据已经具备了参考的价值 而要聊这个话题就必须设一个前提 比方说一名球员虽然本季的表现跟上个赛季相比进步非常多 可是如果在他过去的职业生亚里 其实也有差不多的数据 像这样的球员我们就不讨论 比方说公牛队的DDR本季长均26加4 这是一张很漂亮的成绩单 跟上个赛季相比,得分方面确实进步了 可是他在16-17赛季,场均也有27加4的数据 所以DDR的部分我们就不讨论 其他如快艇队的Paul George 跟火队的Jimmy Butler的状况也差不多 实际上对以上这些球员来说 要争夺的是年度前三队 跟全明星赛的肯定 至于最要进步奖的部分 应该要留给年轻球员 有了以上这些前提之后 咱们就来聊聊本季有哪些球员进步非常多 实际上以下这些球员也很有可能会是本季最要进步奖的人选 讨论名单之前要说的不便 一路往常请大家放轻松 为人类想法不同 以下球员名单不分排名 第一位是打法非常热血的John Moran 本季场均得分25分 另外不管是投篮命中率、三分球员名中率、篮板跟超球的数字 都比上个赛季优秀 如果现在要学一名最佳进步奖的球员 他是非常有机会的 因为过去五个赛季的最佳进步奖 除了Pascals要扛在18-19赛季 以场均16分拿下之外 其他球员的场均得分都超过20分 比方说19-20赛季的Brandon Ingram 场均得分从18分进步至23.8分 上个赛季的Rendall 场均得分从19分进步至24分 另外他的助攻数从3次进步至6次 这也是他能拿下这个奖项的主要原因 其他如Raldipo、Jimmy Butler、字母哥等等 在得到这个奖项时 场均得分也都超过20分 从这个角度切入我自己的看法 只要灰熊本季的战绩可以维持在西区前10名 那么Dramarine就非常有机会挑战最佳进步奖 而在此之前 球季中可不可以入选全明星赛 也会是另一个可以观察的点 第二位是热火队的Tiler Hero 本季场均得分不但进步至21分 另外投来命中率、三命球的命中率、蓝板跟助攻数 都是生涯新高 有意思的是他多数是从板凳出发的 再加上热火目前的战绩都能保持在东区前段班 所以Tiler Hero一直都是最佳第六人的任门人选 而且他在场上不管是无球还是持球的能力都相当优秀 热火也因为由他从板凳上贡献稳定的火力 所以先发跟板凳的战力更平均 未来只要他的场均得分可以保持在20分以上 我个人认为他要拿下最佳丢人的机会非常大 至于有没有机会两个奖项都拿呢? 我自己的看法 哪一个的机会比较大 因为最佳进步奖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人选挺多的 第三位是黄蜂队的Bridges 如果现在要选一名最佳进步奖的球员 他一定在讨论名单之中 因为他从上个赛季的12分 进步至本季的21分 另外还有7篮板3助攻跟1超球的表现 以上这些数据都是生涯新高 实际上上个赛季他多数是从板凳出发的 不过本季他把握住了先发的机会 另外目前的他除了在外线等投3分球之外 本季在场上也多了很多切入跟单打的动作 这一点也是上个赛季比较少看到的 他的身高是6尺7体重215磅 他是一名很壮而且体能条件很优秀的球员 在场上常常会有精彩的灌篮动作 目前的他已经成为球队的得分箭头 未来只要他能加强本身的投赖命中率跟单打能力 我相信他会成为各队都想要得到的球员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下个赛季是他的合约年 咱们再来看看他可以得到多大的合约 第四位是魔术队的Anthony 也许球迷对他的关注比较少 比起魔术战绩并不理想 可是他在Michael Forbes受伤之后 其实打得非常好 本季的数据更是进步非常多 长军可以贡献19分6篮板5助攻 不过虽然他进步的幅度非常大 但我个人并不认为他有机会挑战最大进步奖 因为如果球队战绩太差 那么球员数据其实是不真实的 实际上过去五个赛季最大进步奖得主所属的球队 除了Brighton England的体股队之外 都有打进季后赛 体股队那一年是30胜 所以Anthony的部分本季进步非常多是事实 不过球队战绩必须再加油 这样才会吸引更多球迷的关注 第五位是马仕队的Mauric 其实我个人一直很想聊他 但一直没有机会聊 马仕三个赛季主要持球者是DDR DDR上个赛季场均可以送出将近7次助攻 可是本季DDR转战公牛队之后 主要持球者变成Mauric 球迷要知道是本季Mauric场均可以送出18分8篮板7助攻 另外还有两次超球 这是一张非常全能的成绩单 虽然他的场均得分进步不多 可是包括篮板、得分、助攻、超球都是生涯性高 所以今年是他职业生涯的代表年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更重要的是 Mauric在17-18赛季 就入选过防守前二队的肯定过了 所以目前的他在场上能攻、能传、能防守 不过即便是如此 他还是有缺点 那就是他的三分球命中率只有三成出头 在目前这个大三分时代 这样的三分球命中率是比较吃亏的 更直白的说你可以必要以三分球为主要得分手段 可是三分球命中率要尽可能的维持在三成五以上 这样球队在进攻端上的战术才能更多元 第六位是勇士队的Jodan Pro 本季场距可以贡献18分三篮板三助攻 这三个数据都是生涯性高 不可否认本季Jodan Pro确实进步非常多 不过他最大的问题是 单场表现的落差太大 实际上本季他的三分球命中率只有三成三 不算特别高 而且未来在K-down回来之后 他的上场时间应该会稍微受到限制 这样的情况下 未来可不可以保持目前的数据 还是一个未知数 我自己的看法如果他的表现可以更稳定 也就是起伏不要这么大 那么在K-down回来之后 他有机会成为球队的最佳第六人 毕竟他持球跟无球能力都不错 只是不够稳定 第七位是球员的Mekithi 他跟魔术队的Anthony状况很类似 也就是都能把握主力球员出状况后的机会 差别在于McKillforz是受伤 Mansom是跟球队有着爱恨情仇 所以无法上场 而这也让Mekithi扛起球队的先发1号位 另外秋冷球季出 包括Mbit跟Harris等球员的出赛场次都不算稳定 这也让Mekithi有了更多发挥的空间 本季他长军可以贡献18分 跟上个赛季相比 足足进步的十分之多 另外不管是助攻篮板 投篮命中率 三命球命中率都是生涯性高 未来Ben Simmons的状况会如何没有人知道 比方说会不会做出交易或回到场上等等 但不管如何 本季Mekithi的表现确实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如果他到球季末还是可以保有这样的数据 我个人认为他一定也会是最佳进步奖的热门人选之一 第八位是公路队的Grey St. Allen 实际上他也是目前联盟中的敌角之王 本季场军可以送出15分 虽然数据上看起来不如其他拳人亮眼 不过球迷要知道的是他目前场军可以投进3.5颗三分球 这个数字是联盟的第三名 仅次于Kerry跟Body Hill的 实际上Grey St. Allen本季的成长对公路来说是非常大的收获 而且他本来就是一名防守能力不错的球员 目前看起来他也成为了一位合格的3D球员 另外公路在球季初就跟他完成了一份新的合约 不过有意识的是 三个赛季后场先发球员Deficentio准备回到场上了 而且下个赛季是他的合约年 在Grey St. Allen打这么好的情况下 老实说对Deficentio的压力会有点大 接着聊一下黄蜂队的三球 本季不管是得分、助攻、篮板都是生涯性高 实际上场均19加7加7 这是一张很漂亮的成绩单 不过进步的幅度跟其他全员相比 我个人认为并不算大 其实三球这张成绩单跟马次队的Murray很像 从这一点也可以知道Murray本季有多全面 以上就是我个人认为本季进步很多的全员名单 其他人选还有灰浪队的Edwards 暴龍队的Oju Anunobi 独行侠的Jaren Bronson 甚至是灰熊队的Bang等等 以上这几名球员我自己的看法确实有进步 不过进步的幅度不算大 又或者是团队命中率并不理想 比方说Edward我只从上个赛季的19分 进步至本季的22分 其实进步幅度不算大 Nurayu去往Nunobi算本季场均可以得到20分 可是上个赛季 它其实就有16分的水准了 而且跟上个赛季相比 本季的团队命中率跟三名球命中率其实是退步的 这也是我没有特别聊它的原因 最后想要说的是希望透过今天的影片 能让球迷了解本季有哪些球员成长跟进步非常多 毕竟有些球员所属的球队 比较不受到球迷跟媒体的关注 另外一定会有一些球员是我没有提到的 如果你有其他人选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轻松的聊天吧 好 这就是这一节内容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们会喜欢 今天的影片就是啰 这样加喜欢跟放车粉丝影片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给个试试的估计 更重要是要记得开启小铃铛 那今天就这样子啰 我是嘉宁 我们再次见 拜拜哟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